今天我们学习这款花形 月苗花形 四针四行一组花 非常的简单 你吃帽子毛衣 马甲都非常的漂亮 我用的是松鼠绒 你用松细线汁也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看大家喜欢 把花形学会后 记鼠页里面去看神秉教程 鼠页里面有其他款的神秉教程 吃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好 下面我们讲解花形的编织方法 起身我起好了 我起了四属花 现在我们先来低行编织方法 好 编针 这里我们审行是下针 一个基础编织方法 大家继续这样往下织 低行是正面 不管你捐织还是片织 你第一行是下针 很多人 很多粉则 那么又把视频看完 就老是问我捐织什么织 你把我视频看完 你捐织也会织 片织也会织 好 第二行 第二行反面 我片织 我是反面织上针 如果你捐织来织 你第二行 你就是织下针 捐织就是循环针 或者是四根半针 一起织的 叫捐织 捐织第二行 你是下针 我这里是片针 所以说是反针 这个是基础编织 好 第三行 第三行 我开始来丝花形 好 大家看我什么排花 好 丝一个边针 然后第一针 我们这里丝反针 这样丝反针 好 把线织到后面 好 现在我们要把三针来丝花形 我们从第二针这样 顺着两针 顺着两针一起 然后转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要把三针合并 三针合并 四下针 然后我们上来挂线 加针 再重复 从里面再织一织 好 三针合并 这里撕出三针来 也就是四针一针 好 四针一属花 好 第二属花 重复一样的 第一针施反针 好 第二针的施反 把从第二针这样两针 一起转个方向 好 再把三针 这样三针合并 好 挂线加针 再织一试 第三针一样的编织方法 反针 好 三针合并为一针 跨线加针 也就是加一个空心针 好 好 一下针 诶 四反针啊 这针最后一针了 四反针 看留个编针 好 排花排好了 反面编织 这里反面 我们这针之下针 一样的四下针 这三针我们四反针 如果你 捐织 行环针或者四根半针之 那么这里你四下针 这里你四反针 也就是根之 一到下针四下针 一到反针四反针 好 第四行的编织方法 好 第四行织好以后 四伸四行织好以后 看现在我们第一组花就织好了 现在已经看出花样了 好 我们再也讲解第二行 第二行到第二行一样的 这一行我们就 整行跟第一行行环点 又找到跟第一行一样的 整行之下针 好 这样整行行环编织 好 第五行 第六行 整行是上针 第六行 如果你捐织行环针 你整行是下针 我在反针 撕的是上针 你在 我在反面撕上针 你在正面撕下针 我在反面撕下针 你在正面撕上针 它是就这样相反编织的 所以说 看花样你别用 为我交了编织以后 你捐织就不知道什么织 你相反的织就好了 对不对 好 第五行 这里第七行 好 我讲解两行的花形 到这里我们来撕一针反针 好 把线拉到后面去 一样的 两针 三个方向 好 三针合并 好 加针 加针 然后 加针编织 好 加针 好 反针编织 反针编织 继续把这一组花织完 这不是很简单 四行就看完 呦 不要忘了 不要滑针 然后继续加针 然后重复 好 撕反针 好 第七行织好了 第八行 好 逆到下针是下针 花形针这个位置 我们撕反针 好 下针编织 反针编织 好 这样八行 织好了八行以后 我们就两行花就织好了 也就是两排花都织好了 下一行就是下针一样的 这样往上织 是不是 这花形是很简单的 它立体感非常强 这花形比较有弹力 它弹力比较大 它还是有弹力的 有弹力 然后它偏厚啊 偏厚的一款花形 好 下面还有 还有不懂的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花形 对呀 还有不懂的